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023年4月18号上午 集合在立法院大门口 举牌抗议政府跟公平会毫无作为 让360万名业者 40多年来被歧视 长时间背负吸金 诈骗 老鼠会 庞氏骗局等等的骂名 曾经考察欧美日各国直销产业 事业有成的直销智库理事长王文清指出 这次抗议跟召开记者会活动 就是为了替产业争取应有的权益 希望公平会接受立法院朝野两党协商 所达成的把这个报备制改为许可制 这是第一个诉求 第二个诉求 我们希望公平会停止继续把传保会 来压制公会的这样的行为 因为传保会已经是违法了 第三个诉求是 假如公平会都没有办法做到 我们希望我们这个产业 由经济部来管 不要由公平会这样类似法的机关 来作为目的事业指管机关 多层次传销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谢静心表示 为了争取工作基本权益跟该有的社会地位 直销界从很久以前就不断寻求政府跟公平会的协助 公平会却说是非法吸金公司造成的问题 好像在打击合法纵容非法 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 让合法直销业者相当气愤跟无奈 曾经担任公平会委员的直销智库秘书长李李仲说 面对合法业者的修法诉求 公平会缺乏直销专业 只会封杀修法的努力 阻碍产业的正常发展 直销智库王文清理事长强调 直销智库、工会跟300多万名业者 都相当感谢林黛化委员 长期对于直销产业的关心跟付出 希望政府听到人民的心声 看到人民的需要 否则不排除在发动万人的大规模抗议活动 记者陈文旭、肖又金、台北报导 不信心,我们先讲一下 那,那我